请听小说《仙逆》第八百五十一章 溃念 王林从入定中默然睁开双目,其眼中又金光闪烁,她的身体外有一层肉眼看不到的黑极弥漫。 在体内,原力化作了白气,在身体中一笔往常快出数倍的速度迅猛地运转。 道经入体 王林喃喃自语,随着明悟,她对于自己此刻的状态并未迷惑,而是感悟在心。 道经入体这一过程,她在很早之前便经历过,只不过那是轮回意境,可现在她终于做到了,把因果意境彻底的实质化后,融入自身之中。 沉默烧情,王林站起身子,一晃之下,直接便出现在了山峰之外,塔山更是化作一片虚影,在王林出现的刹那,消失在她的身后。 一步之下,王林整个人消失在了原地,融入天地之中,出现时却是在了星空。 她没有停顿,直接又一次消失。 眼下要先去找理员,学会心境之处。 若是这途中遇到不开言者,那么便印下天节,借对方之力助我渡劫。 王林眼中寒忙一闪,他经历天节也有了数次,对于这天节早就没有了以往的敬畏。 此刻,融入天地之间,直奔罗天南狱而去。 李家所在之处便是在南狱,一颗名为破灭性的修真心内。 按照李源给出的路线,王林一路融入天地,急速快之不可思议,但以他的修为,还是不能太长时间融入天地,每一次现身后都要略做修习。 即便是如此,他的速度也是远远的超过了其他无法融入天地的修士。 这一日,当他身影再次出现时,却是到了罗天南狱,他整个人化作一道长虹,向着前方急速地飞去。 片刻后,正要继续融入天地,但却是神色立刻移动,一股强烈的危机感在瞬间弥漫四周。 王林眼中寒光一闪,身子一晃,立刻其之前所在的星空顿时轰的一声,呈圆形出现了崩溃,一股迅猛的冲力顿时散开。 王林双目寒光中,透出了瓶颈,目光落在了远处。 只见一片远处的红云弥漫,几乎刹那便在王林摆帐外,红云凝聚,化作了一个中年男子。 你就是许牧。 那中年男子右手之上有一面铜镜,冰冷地看向王林。 在看到这中年男子的瞬间,王林内心一动,却是认出了对方的身份,但他却没有开口,而是退后几步,脚下波纹一晃中,尝试融入虚无。 但立刻,他便停止,四周的虚空,被一股奇异之力锁住,无法融入进去。 这一点,王林之前在这中年男子出现之时便已经猜到,此刻验证之后,他神色没有慌张,而是冷静地看去。 所地成寸之神通,姚某虽说不悔,但却可以算出你之行踪,此地就是为你准备的。 那中年男子神色冷漠,声音更是冷酷至极,他根本就没有给王林说话至极,此言出口的瞬间,立刻起手中的铜镜光芒一闪,四周方圆万丈之内的星空,顿时刹那间消散一空,彻底地变成了一大片仿若镜面一般之物。 收! 中年男子冷声中,立刻万丈之内,包括王林在内,全部崩溃,化作无数的碎片,瞬息中便融入其手中的铜镜内,他大袖一甩,便拿着铜镜走向远处。 这一幕,在瞬息中完成,从始至终,那周年男子神色都没有半点的变化,仿若收了王林对他来说,只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情。 一片蒙蓉之气缭绕之处,王林身影幻化而出,在其身体外,处处都是雾气蒙蒙,一股炙热的力量从四面八方凝聚而来,仿若处身于天地轰炉之内。 王林眼中平静,透出寒光,此刻却是不假思索,体内原力化作的白气运转之下,立刻与身体外的黑气交错,刹那间,在其身体之上便出现了阴阳双鱼。 旋转之下,王林的修为在这一刻,迈出了那一步,溃灭。 轰隆一声巨响,在王林达到溃涅的刹那,突然回荡在这雾气蒙蒙的空间,王林整个身子飘起了,头发是无风自动。 从他体内涌现出了一股庞大的气息,这气息在阴阳双鱼旋转之中,立刻形成了一道漩涡。 这漩涡如同风暴,在王林身体外顿时疯狂的肆虐。 四周的大片雾气,立刻在这风暴纵横下迅速退散,仿若被卷动一般,就连那炙热之气也在这一刻消散,仿若不敢靠近。 王林双目含着日月,全身黑白二气急速地旋转,在那漩涡中仿佛两条巨龙交错,一声声咆哮轰隆隆地传出,回荡着整个雾气之地。 他眼中寒光闪烁,抬头间看向上空。 此刻,星空中摇云神色冰冷,正及时而走,但瞬间他神色突然一变。 只见在这星空内,此刻却是无声无息地出现了大片的红云。 这红云与他脚下之云截然不同,其内蕴含了一股,即便是他也要心惊的力量。 这是劫云。 他双目瞳孔猛地一缩,以他的修为,在数千年前便已经达到了净孽初期,但却不知为何突然倒退,时至今日,修为只有溃孽中期。 不但如此,他更是仿若遗忘了很多的事情,尤其是数千年前,他在血神星离开之前的一切记忆,全部都模糊了。 任他如何去想,都没有半点印象。 他只是隐约地记得,自己好似做了一件让老祖极为不喜的事情,但最终却是老祖原谅,并未责罚于他。 从那之后,这数千年他神志是时常模糊,修为倒退得极其厉害。 若仅仅如此也就罢了,更加诡异的是,他几乎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头部出现剧痛。 那种痛楚,让他几乎无法忍受,让他机遇发狂。 一股杀机在心中弥漫,若非他极力地克制,就要展开无尽的杀戮。 若若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宣泄头部的剧痛。 初始时,这种感觉在他的强力压制下,尚可控制。 但随着时间的度过,随着修为的不断退化,随着痛苦的程度加剧,那种想要屠杀天地一切的欲望,他压制起来,越来越艰难。 他隐约间知晓,这一切一定与自己在血神星上遭遇的事情有关,但他苦思很久,一直到现在仍然想不起来当年之事。 他曾去问过血神子,但最终却是没有任何的答案。 无奈之下,他在家族禁地内封锁自身,常年闭关,试图阻止修为倒退,延缓自己发狂的迹象,同时追寻自己失去的记忆。 时间就这样过去,一直到不久之前,他接到了老祖的命令,走出家族禁地,杀一个名叫许牧的人。 有关此人的一切信息,全部都从老祖那里传来,使得他可以掌握一切。 此刻,他在看到这杰云的刹那却是心神巨震,这种震动并非全部来源于他,其中有一大部分是从其灵魂内透出的。 仿若这杰云对他来说就是天敌一般,这种感觉极为强烈,到了最后,那强烈的程度几乎形成了一股刺痛,使得他头部立刻仿若刺进了一个锥子。 强烈的痛楚,使得他双目在这一刻通红起来,一声怒吼,从其口中疯狂地传出。 这声音回荡天地,形成大片的如同雷鸣一般的咆哮,轰隆隆之际,疯狂地散开,一股庞大的天地园里,在这一刹那,迅猛地从摇云身体内冲了出来。 他全身头发卷起,整个人脸上清津古帽,神色猙獰之下,在他的脸上居然出现了一片清光。 这清光中,赫然出现了另一张面孔,那是一个头伸双脚,充满妖异之色的面孔。 它出现后,死死地盯着天空中迅速弥漫而来的劫云,张开口却是发出了一阵无声的咆哮。 这咆哮没有声息,但却使得星空中凝聚而来的劫云微之一阵,居然有大片迅速地崩溃。 只是刹那间,那崩溃的劫云便再次以更快的速度凝聚。 几乎转眼之间,星空中弥漫了上万丈的红色劫云,疯狂地云涌。 一道红色的闪电,一种难以想象的速度,轰隆之际便从天而降,直接落下。 姚云脸上的痛苦之色更浓,其身体上那妖异之影在这一刻却是立即冲出,从姚云身体外幻化,张开大口,向着那落下的红色闪电,一口吞噬。 轰的一声巨响,那妖异之影身子一颤,险些崩溃。 同时,大片的雷光之力却是顺着她之影,立刻融入了姚云体内。 姚云身子矩阵,脸上痛苦之色更浓了,更是有一部分天结之雷冲入铜镜之内。 就在这一刹那,这铜镜咔的一声传出一声细微之响,这声响刚一出现,便立刻不断地传出。 在那雾气朦胧之地,此刻的亡灵却是犹如一道出窍的利剑,她整个人在身体外,黑白二色的交错下,直接向上冲去。 黑白二气形成的风暴,在她的身体外,剧烈地呼啸。 斩罗绝,一声低刻从亡灵口中传出,她身体外的黑白二气在这一刹那,却是迅速凝聚,化作一道灰色的剑气,刹那间破空而去。 哄,一声巨响疯狂的船档中,摇云右手之上的镜子碎裂,无数碎片在一股庞大的冲击之力下,迅猛地向着四周倒卷而去。 王林的身影,在镜子崩溃的刹那,一步走出。 仙匿,第八百五十二章,血神子 摇云看都不看那古镜一眼,此刻的她早就忘记了老祖的命令,她双手抱着头,不断痛苦地咆哮,在她的身体外,摇一只影拥有十多丈的身子,目光从天空的结云上收回,阴冷地看向王林。 古妖,王林目光一闪,那古妖目露幽光却是身子一晃,卷着身下的摇云迅速后退,想要离开着结云的范围。 就在这时,星空中凝聚的结云突然传出惊天动地的声响,但见四道闪电轰隆隆地落下,其中两道直接冲向王林,另外两道却是降临古妖。 王林神色平静,天结之力被分散,那两道红色闪电在落下的瞬间,王林双手在身前环绕,顿时黑白二色立刻弥漫,形成了阴阳之像。 第一道红色雷结轰隆而来,与那阴阳双鱼碰撞,立刻便回荡惊人的巨响。 王林身子漠然后退,身前阴阳旋转,疯狂地吸收。 就在这时,第二道天结临身,在落下阴阳的瞬间,王林眼露奇异之马,眉心之上元神一冲而出,再次化作太古雷龙的样子,张口便是一吞,吞天结。 王林的元神是剧烈的颤抖,庞大的天结之力在他元神内回荡,但太古雷龙便是秉雷而生,此刻却是咆哮中缩回王林体内,他身体外弧形的电光四射,身子迅速后退。 只是神色中,王林却没有任何的慌乱,天结虽强,但他却是没有畏惧之色,更不用说此刻有人在一旁为其分担了一半之力。 至于古妖那里,不断地退后之中,星空的节云居然也疯狂地延伸,同样在两道天结降临下,虽说被他一一吞噬, 但其身子却是更加的虚幻,无声的咆哮传出之际,他退后之速更快,甚至那天结之云都无法将其全部笼罩。 眼看着古妖卷着姚云,就要彻底地退出天结的范围,王林目光闪烁却是大喝道。 姚云,你可记得姚冰云,姚梦云姐妹二人,你可记得血神星上那古灯吞魂的一幕。 王林的声音蕴含了神念,此刻浩荡地传开之际,落入后退中的姚云耳内。 姚云痛苦地吼叫,再次剧烈起来,居然生生地止步。 滚出我的身体! 姚云面部轻轻全部鼓起,此刻的他极为正硬,他双手抱头,痛苦中却是怒吼起来。 不管你是谁,滚出我的身体! 姚云猛地抬头,眼中红光露出疯狂,他的目光仿佛看到了自身上空那从体内延伸而出的骨腰。 骨腰脸上阴沉之色更浓,他冷冷地看了王林一眼,却是露出了森森寒意。 身子一晃之下,居然不再后退,而是从姚云身上迅速地延伸直奔王林,一口吞来。 王林目光一闪,张口便喷出一股白气,那白气中蕴含了遗物,正是封仙印。 此印刹那间便放大,横立在了王林的身前。 在他右手掐绝一指之下,立刻骑上数十万个金色符纹封印,疯狂地散开,向着冲来的骨腰弥漫。 就在这时,天空的结云再次云涌,却是刹那间形成了数十道红色闪电,每一道闪电都接近数丈粗,带着一股仿佛要把星空崩溃的庞大威严迅猛地降临。 面对数十万包围而来的金色符纹,以及天空落下的雷结,骨腰墓中一光一闪,却是口中吐出了几个无声的咒语。 刹那间,其身子立刻更加的虚幻,居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地模糊。 那数十万金符,仿若失去了镇定之物,立刻便停在了四周。 天空降临而来的天结,此刻也诡异地从分散的状态凝聚在了一起,改变方向,全部向着亡林落下。 轰隆隆的巨响回荡之际,那模糊之中的骨腰,嘴角露出冷笑。 在这关键的时刻,亡林却是没有半点的慌乱,他右手虚空一抓,立刻那些停在了半空中的金色符纹,迅速地改变方向直奔亡林而来,无情地向着亡林封印。 这一幕,就仿若是亡林在封印自身一样,天空十多道雷劫,更是速度超然降临之际,直接落下。 就在这一刹那,亡林身体外却是光芒一闪,但见一个虚幻的大顶,漠然间幻化而出。 在这顶出现的瞬间,一股浓郁的骨神之气疯狂地散开,那股腰倒吸了口气,双目猛地睁眼,眼中露出了不可思议之色。 曲曲一头小腰,王某还没有放在眼中,换位。 王林冷笑中,一股奇异之力从身体外的骨神大顶内疯狂地传出。 刹那间,他的身影瞬间消失,而那一脸不可思议的骨腰,其模糊的身子同样在这一刻,消失了。 二人所在之位,在这一息中彻底的改变。 骨腰所在之处,刚一现身,立刻便有数十万金色符文瞬间笼罩,在外更有十多道天雷呼啸。 惊天动地的声响回荡星空,在那数十万的封印笼罩下,骨腰直接便被所有的雷霆铃声, 在剧烈的声响中,骨腰的身子几乎崩溃。 最终,却是化成了一个妖异的印记,穿透了虚空,直奔姚云眉心而去。 这妖异的印记,透出了一股极为虚弱之感。 此刻,姚云脸上的猙獰更浓,他大喝道, 滚出去! 他全身原力在这一瞬间,仿若自爆一般疯狂地掀起,不断地冲击,试图阻止妖异印记的回归。 亡灵目露金光,一闪之下,没有动手相助,而是迅速后退。 眼下这天结尚未结束,只会越来越强,既然有着骨腰阻挡,此刻,他便要迅速地离开。 但就在这一瞬间,亡灵却是面色大变,天地之中,在这一刻,漠然间出现了一股血腥的气息。 这气息,仿若不畏天结,好似生生地挤入进来,立刻,自这万丈内,无声无息间出现了大片的血雾。 该结束了,雾气中,传出一个苍老的声音,与此同时,一只干枯的手臂在妖云身后探出,一把抓住妖纹。 无视妖云原力的弥漫,直接按在了其眉心。 血神子! 亡灵双目瞳孔,猛地一锁。 此时此刻,在罗天星与雷仙殿内,清水仙君默然睁开双眼,沉默烧醒,冷哼中一步走出,消失无影。 仙逆第853章 血液 星空中,大片的结云弥漫,密密麻麻之下,形成一股庞大的胃压。 这胃压太浓,使得四周万丈星空内,全部成为了天结的范围。 天结之力,只不过是刚刚开始,这一次的天结,其内蕴含的天微与毁灭的气息超过了之前的几次。 这结云的出现,不但使得这万丈内,仿若隔绝了天地,而且在这罗天南狱内,凡是拥有大神通的修士,几乎全部都能隐约察觉到天地之力正处于一种暴虐的波动中。 这波动极为强大,仿若可以把他们体内的原力操控一般,使得在这瞬间,众多修士纷纷面色大变中,立刻盘膝打坐,封锁体内原力。 姚云眉心腰纹闪烁,忽明忽暗中,她的双目露出迷茫,面部的猙獰渐渐地消散,就连高高鼓起的青筋也缓缓地平复。 只是,在其双眼的最深处,却是隐藏着疯狂的挣扎,若有神通可以查其内心,定可听闻那一声声近乎癫狂的咆哮。 在她的身前,此颗鸿芒凝聚,刹那间便从那刺目的,可把四周星空全部映照的红光中,走出一人。 血衣大袍松散在身,一头红发无风自动,面色沧桑中,蕴含了一丝微不可查的妖艺之色。 她,就是姚家老祖,血神子。 她出现之时,右手随意地向身后一挥,立刻,姚云眉心的腰纹刹那间大为浓郁起来, 使得姚云身子矩阵,眼中的挣扎最终却是消散。 亡灵双目瞳孔收缩,身影在血神子光芒出现的刹那,就立刻迅速后退,身影仿若闪电, 退红中更是右手放在了储物袋上。 若非此地天节临身,无法顺移或者融入天地之中,亡灵早就毫不犹豫地迅速离去了。 此刻,她速度却也不慢,仿若光影,一闪之下几乎展开了能发挥出的全部力量,疯狂地退后。 血神子神色平静,看着不断后退中的亡灵,就好似再望一只蝼蚁。 此刻抬起右手,一指亡灵,淡淡地说道, 把你从望月体内取出之物,给我。 他的声音平淡,可从口中传出之后却是化作了一颗颗惊天之雷。 轰隆隆之际,形成了一股无法想象的雷暴。 这雷暴太厉害了,使得四周天地都仿若剧烈地晃动起来。 仿若这血神子的声音,在这天节之下,就是天威啊。 他的声音,就是天之音,容不得任何人反抗。 轰隆隆之下,星空骤变,就连天空的节云都不得不退后一些。 这一切,都是因为血神子的声音,他的声音中,蕴含了一股规则之力。 仿若可以在瞬息间改变这四周万丈的规则,使得一切都必须要符合他的心意。 否则的话,就一定会崩溃。 仿佛在这万丈内,血神子便是真仙。 言出法随。 王林倒吸了口气,把言出法随这种神通修炼到如此程度,太过惊人了。 他看不懂血神子言词中可以改变规则的力量, 但王林却是在那血神子这一句话出口的刹那, 清晰地感受到了仿若有一股相当于成千上万个斩罗绝, 一同挥舞而出的可怕。 仿若在这万丈内,随着这一句话的出现, 在他眼前支离破碎, 同样受到牵连的还有自己的肉身。 没有任何迹象, 在这一句话出口的同时, 王林整个人身体外, 骨神大鼎默然出现, 但尽管如此, 他仍然喷出了一大口鲜血, 面色立刻苍白。 这血神子身上鼎然有伤, 孤神幽子碎星至极, 此人绝不可能如此短的时间内便恢复。 他的身子喷出鲜血后, 退速更快, 与此同时口中更是低贺, 以前辈的身份对在下出手, 未免一大计晓, 传出去, 姚家之名一扫千丈, 血神子神色冷漠, 抬起右手向前一指, 口中平缓而道, 彼得过老夫先数, 便算你造化。 他说着, 右手之上立刻红光一闪, 一道鸿芒化作了一只血焰, 瞬间冲出直奔王林。 王林面色苍白, 后退之际却是不假思索, 直接一拍除戴, 立刻仙界山石在手。 他此刻无暇心痛, 一抛之际口中大喝, 魂暴! 仙界山石, 他取自贪狼之手, 此山石上有山魂, 抽出之际威力无穷, 此刻魂虽未出, 但蕴含其内自暴, 威力更为剧烈。 在那血焰来临的刹那, 轰的一声山石崩溃, 化作一场剧烈的风暴, 绝空而起。 这风暴极强, 其内有魂在, 漠然间便形成了一道巨大的漩涡, 阵阵毁灭的气息从其内疯狂地传出。 王林没有任何犹豫, 迅速地后退中, 张口喷出风线印, 双手掐绝一指, 此印立即无限地变大, 向前飞去。 但就在这时, 让王林双目瞳孔狠狠一缩的一幕, 出现在他的眼中。 只见那血焰与山石崩溃形成的风暴, 相互碰撞地刹那, 血焰张开嘴, 很是随意地一吸, 顿时, 那可怕的风暴, 刹那间仿佛被一股难以想象的犀利冲击, 由大变小, 全部迅猛地被血焰吸入口中。 这一切太快, 几乎就是山石崩溃的瞬间, 便漠然消失了。 那血焰, 带着刺目的红光一冲之下, 便向王林冲击而来。 此刻, 山石阻碍, 王林双手印记落下之中, 数十万个金色符纹闪烁而出, 齐齐向着血焰凝聚。 只是, 就在这瞬息中, 血焰张开口, 立刻在其身前, 刚刚被吞噬的山石崩溃化作的风暴, 突然间出现, 却是成为了血焰操控, 弥漫在了他死周, 其内的毁灭之力, 仿若一股难以想象的冲击, 轰隆隆的剧烈声响中, 不断地与死周凝聚而来的金色符纹碰撞。 这是什么闲说? 吞噬我的神通尚且寻常, 但吞噬之后居然还可以施掌而出。 王林面色阴沉, 盯着那血焰, 咬牙之下一拍楚带, 第三辆射神车一晃之下, 在他身前砰的一声, 化作那五彩蝴蝶。 此蝴蝶出现的一瞬间, 血神子双目猛地一凝, 略一皱眉。 此刻, 那血焰却是冲出了风仙印的金色符纹, 直奔王林, 就在他来临的刹那, 五彩蝴蝶的翅膀轻轻一扇。 立刻, 那血焰双目红光瞬间暴闪, 身子漠然一顿, 张开小口, 对着虚空一息。 五彩蝴蝶翅膀又一次煽动, 这一次煽起下, 更有五彩之粉弥漫, 那血焰利明一声, 猛地冲出直奔蝴蝶而来。 射神车所化的五彩蝴蝶, 却是两个翅膀不断地煽动, 但见那血焰每冲出些许, 便立刻一顿, 迅速地吸收, 如此一来, 却是速度骤然缓慢下来。 血神子神色冷漠, 抬起右手, 向前一指, 立刻那血焰全身血光, 刹那间浓郁数倍不止, 一冲之下, 仿若冲破了某种规则的束缚, 直接带着尖笑迅速而来。 五彩蝴蝶却是移动, 向前飞去, 在那血焰飞来之际, 环绕其身体四周, 翅膀扇动下, 五彩之粉弥漫, 盘旋中, 那血焰身上的红光慢慢地暗淡, 到了最后, 居然透出了五彩之色, 不再冲出, 而是随着蝴蝶而动。 这一幕太过诡异了, 但王林却是清晰地看到, 五彩蝴蝶身上的光芒 也同样暗淡了不少, 很显然, 对抗这一神通, 即便是他, 也有些艰难。 血焰伴随着蝴蝶, 在临近亡灵之时, 却是没有发起进攻, 而是随着蝴蝶飞舞, 在亡灵死周起伏不断。 亡灵毫不犹豫, 迅速后退, 其前方的风险印更是紧随踏身。 血神子冷哼一声, 脚步向前一脉, 这一步之下, 立刻亡灵身后的星空轰的一声, 居然大片的碎裂, 出现了一道难以跨过的沟壑。 一股寒风从其内吹出, 立刻便使得亡灵身子一顿。 他盯着血神子, 含声道, 前辈莫非食言? 食言又如何? 血神子神色阴沉, 一步之下, 除了阻断亡灵退后外, 更是把一股天地原力 融入了天空的劫云之中。 几乎刹那间, 天空的劫云 以更加快速地云涌凝聚, 轰隆隆的雷鸣回荡中, 大片的弧形电光弥漫四周。 紧接着, 一道道红色天雷瞬间降临。 这大片的天雷分成两半, 其中一半直奔血神子, 另外一半则是冲向亡灵。 在这一刻, 整个四周的星空天地 全部笼罩在了雷劫之中, 那无尽的雷力 形成了一股剧烈的激荡。 血神子看都不看降临的雷劫一眼, 直接一步走出, 现身时却是在了亡灵的身前, 他抬起右手向前随意地抓去。 这一抓很简单, 甚至其上没有任何的神通之术, 但看在亡灵眼中, 却是心神矩阵, 仿若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闪躲。 雷劫降临, 血神子一抓而来, 亡灵在这危急之际 却是双眼寒光一闪, 口中低吼。 你可知晓骨腰贝罗。 血神子身子瞬间一顿, 其双目内突然爆出浓郁的妖艺之麻。 在其眉心之上, 此刻却是有一团黑气出现, 疯狂的旋转中, 钻出了一个头生双脚全身青色, 散发妖气的妖物。 他一出现, 便立刻在亡灵的元神内 回到尖锐之声, 贝罗, 在哪儿? 听小说《仙匿》第854章, 你没有资格。 在这妖物出现的刹那, 血神子的身体立刻停顿了下来, 亡灵界这一机会迅速地后退, 双手飞快地掐绝, 在星空中几十道红色天雷落下的瞬间, 其身体外的骨神大鼎一震, 带着他生生地向旁边避开了摆杖。 那些天雷失去了目标, 但却没有消散, 而是拥有灵性的一转, 居然改变方向, 再次轰击而来。 摆杖的距离对于天雷来说, 就是刹那。 同样对于亡灵来说, 虽是极快, 但却也可以施展出一个神通。 虎风! 危机之际, 亡灵眼中露出冷静, 这一次的危机, 唯有依靠着天结, 即便是如此, 也只有很小的把握。 让这天结来得更猛烈一些。 亡灵咬牙之下, 右手之上顿时黑风凭空出现, 这黑风急农, 弥漫天地之中, 环绕在亡灵身体外, 在那天雷追击而来的瞬间, 立刻化作了一头黑龙, 咆哮中张开大口, 吐出一股阴风。 此风可吹袭一切生命之火, 此刻纵横之下, 那些冲击而来的天雷, 其中有几道顿时崩溃, 但仍然还是有天雷冲过了黑风, 直奔亡灵而来。 亡灵眼中露出睿智之马, 在那些天雷落下的刹那, 原神直接冲出疯狂的吞噬, 连续吞下三道后, 却是不得不回到体内。 在原神入体的瞬间, 余下的树道天雷在轰隆隆的巨响中全部落来。 此刻, 始终环绕在亡灵身体外的蝴蝶与血焰, 却是一晃之下阻挡在前与来临的天雷抵消。 在砰砰之声回荡天地之间, 仍然还是有三道天雷穿透了一切封锁, 刹那间临近亡灵之身。 亡灵眼中露出奇异之色, 双手掐绝之下, 风仙印立刻阻挡在前, 他身子一晃, 直接融入风仙印内。 就在他身子进入风仙印的瞬间, 三道天雷齐齐轰击, 轰轰轰, 风雷, 一声闷闷地低吼从风仙印内传出, 同时, 紫印矩阵, 骑上雷光游走, 放若形成了一片雷海。 芒灵的身子立刻被生生地逼出, 喷出大口的鲜血, 右手虚空一抓, 拿着风仙印身子一晃, 迅速后退。 整个风仙印上, 雷光已然浓郁到了巅峰, 但亡灵后退之中, 却是直接向上方劫云而去, 手中风仙印外, 金色符纹疯狂地闪烁。 亡灵知道, 自己在血神子面前根本就无法掏走, 即便对方被骨神碎星一击受伤, 也不是自己可以抵抗的, 但若能借下天劫之力, 也未尝没有逃出的机会。 血神子眉心幻化而出的妖艺之舞, 冷冷地盯着亡灵, 此刻身子一缩, 回到了血神子体内, 血神子双目立刻腰光一闪, 一步之下踏出, 抬起右手, 直接抓向亡灵的天灵。 显然, 它是抱着抽魂搜神的念头。 亡灵眼露精光, 抬起右手, 低河道, 呼风! 它最强的神通, 呼风之术, 此刻第二次施展出来。 这一次, 四周的黑风更为浓郁, 居然在亡灵的前方化作了两头黑龙。 溃孽之前, 亡灵最多只能化作一头, 可现在, 随着修为的提高, 全力施展之下, 两条黑龙咆哮, 尾部缠绕亡灵之身, 头部张开大口, 呈双龙姿态, 吹出大片的阴风。 一阵阵咔咔之声回荡天地。 这阴风极强, 使得四周的星空在这一刻, 都为之一阵。 与此同时, 亡灵更是一指封先印, 立刻骑上金光闪烁中, 却是有一道天雷, 从骑上迅速凝聚而出, 直奔血神子而去。 亡灵更是一拍楚戴, 仙剑在手, 不惜消耗原力, 疯狂地施展出了斩罗绝, 一道接着一道, 他依然忘记了此处, 迅猛地挥舞而出。 血神子身色平静, 身体极为随意地来临, 右手一指天, 立刻风险印凝聚而出的天雷, 轰地一声崩溃。 血神子右手一指下方, 顿时上百道斩罗绝形成的庞大之力, 砰地一下, 全部倒卷, 一一崩溃。 最后, 血神子右手向前一指, 两条黑龙突出的阴风立刻碎灭, 就连那两头黑龙也在血神子一指之下, 惨哼中被一股无法想象的强大之力拦腰斩断。 贤地白凡的呼风, 不过如此。 血神子双目妖异之光大弄, 右手虚空一抓, 便抓向亡灵而去, 就在这一刹那。 我清水师尊之名, 你可敢再说一遍。 一股浓郁的仿若可以把这天地豁开一道裂缝的杀机, 带着阴森森的言辞, 在血神子话音刚落的瞬间, 突然的出现在这星空之下。 这声音传出的刹那, 四周星空立刻传出了轰隆隆的巨响, 却是大片大片的崩溃, 仿若在这声音下无法承受一半。 不仅是星空, 就连天空的节云在这一刻都急速地退缩。 血神子之前融入规则的言出法随, 与这声音相比, 却是高下利剑, 其形成的万丈规则之地, 刹那间全部崩溃, 甚至远处的摇云在这一刻也是喷出鲜血, 身子顿时违逆, 眼中带着惊骇急速地后退。 整个万丈星空, 立刻弥漫在了这无法想象的杀机之下。 不仅如此, 在这一瞬间, 罗天南域内所有修士, 纷纷可以感受到一股天地之力中透出的杀机。 这杀机的浓郁程度使得很多修士, 直接便是喷出鲜血, 虽说未死, 但却受伤。 而眼下, 处于这杀机风暴中心的血神子, 感受更为深刻。 他双目瞳孔猛地一缩。 芒林身前那位蓝腰斩断的黑龙, 在这声音响起的刹那, 立刻咆哮起来, 居然恢复了正常。 星空中, 一袭白衣, 一个青年戴着飘逸的黑发, 以及幼木的阴红, 一步一步, 缓缓地走来。 血神子的面色, 第一次大变。 青水仙君。 血神子猛地收手, 退后几步, 直勾勾地盯着那一步一步走来的白衣青年, 神色顿时隐沉了下来。 你可敢在我面前, 把刚才之话重说一遍。 青水背着手, 神色冰冷, 带着一股傲含平静地说道。 说话之时, 青水幼木内那股红之芒极浓, 更是透出幼木之外, 仿苹若其内蕴含了一股毁天灭地之力, 使得他整个人看起来让人心惊深寒。 血神子双眼妖光一闪, 沉声道。 青水仙君, 你我之间并无仇息, 若因老夫方才之语, 老夫收回旧事, 他日你我还要同去联盟行语, 到时老夫自会找机会, 弥补今日之话。 不过, 此子与我姚家有怨, 还望仙君莫要插手, 否则的话会伤了何其。 青水神色依旧地冷漠, 身子向前迈出一步, 走向血神子, 口中平静地说道。 我知师弟学义不精, 招惹了你姚家之人, 但, 那又如何? 实地, 血神子一争, 面色再变。 青水又目一闪, 抬起手一指天空, 立刻一鼓, 比王林刚才唤出之风, 要浓郁无数倍的黑风, 在刹那间弥漫天地之间。 这黑风之浓, 无法想象, 其内更是有意声声咆哮回答。 瞬息间, 六头黑龙在黑风翻滚云涌中, 幻化而出。 这六条黑龙全部都拥有万丈的身子, 此刻弥漫之下, 仿若把这天地一切全部占据, 形成一股可怕的威亚。 在这威亚下, 天空的节云迅速地后退, 只是后退中又有更多的节云凝聚, 仿若在运化着最强的一击。 这一幕即便是看之一眼, 也可令人为之心惊。 他既学会了呼风, 便是我师尊的阁代传人。 以他的身份, 不要说你姚家, 即便当年你姚家的仙祖, 也不敢伤他半个汗帽。 清水冷声中, 右手向着血神子一指, 立刻星空中的六条黑龙 齐声咆哮, 张开大口, 吹出一道道可怕的阴风。 血神子脸上阴沉之色更浓, 此刻那阴风吹来, 以他的修为, 也感觉身子一寒。 这阴风与刚才王林所施展的神通, 虽说一样, 但威力却是差距有如天地呀。 血神子不假思索, 双手伸开, 立刻在其身前, 便有大片的鸿芒幻化而出, 哼哼之声中, 形成了一支支血焰, 一共九十九支血焰飞舞间, 形成一道血色的风暴, 与那阴风立刻碰在了一处。 空的一声惊天巨响, 血神子与清水之间的星空直接崩溃, 出现了大片的裂缝, 在撕裂声中, 漠然间延伸, 仿若一条庞大的沟壳。 血神子身子一震, 立刻后退, 他盯着清水急喝道, 清水, 我请你是先军, 莫要逼人太甚, 你沉睡时间太久, 莫非糊涂了不成, 这徐木即便学会了护风, 又怎么可能是你的实地? 空切地杀我姚家众多三代族人, 我来杀他天经地义, 你凭什么来管? 清水, 老夫不怕你, 莫要逼我。 血神子却是不知, 清水此人对其师一直都有愧疚, 这种感觉在清水的心中很浓, 只是, 这种愧疚却是再也没了机会报答。 苏醒之后, 当他看到了王林所施展的呼风, 当他与颜雷子的一战中被点醒了记忆后, 内心深处对于王林, 却是有一些复杂的情绪。 即便他真的做错, 也自由我来替师尊教训, 你, 没有那个资格。 清水仙君冷漠中, 其身体外的六条黑龙索土阴风顿时咆哮, 这一次却是六条黑龙彼此纠缠化作一条, 这庞大的黑龙怒吼中没有阴风吹起, 而是有大片的雨水洒落, 刹那间, 方圆千里内全部笼罩在了雨水朦胧之中。 换雨! 小说 仙逆第八百五十五章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方圆千里内, 那点点滴滴仿若一颗颗水晶, 散发出绚丽之光, 此刻弥漫开来, 立刻便有肃杀之气浓郁地散出。 只不过奇异的是, 在亡灵的身体外, 那些雨滴却如雨木, 不但没有半点冰冷, 反而仿若无数暖意, 从亡灵的全身涌入, 使得他体内大量的消耗原力, 缓缓地恢复。 亡灵呆呆地望着眼前的一切, 清水的话语落入他的心中, 亡灵沉默了, 他的目光始终放在清水身上, 内心深处涌现出一股说不清的感觉, 这种感觉, 他很陌生, 仿若很久很久再没有从心中涌现过, 只是依稀记得, 当年在朱雀星上, 炼魂宗的顿天师尊给了他这样的感觉, 只是记得那如师如有的司徒男给了他同样的感觉, 只是记得化神之时第一次遇到的天韵子给了他这种无法言明的心绪, 还有那周易同样如此。 亡灵的一生, 秉承着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的原则, 同样, 若是有人对他有恩, 哪怕这恩只是半点, 只是很少, 但却可以让亡灵真正的放在心中, 极为珍惜。 顿天之恩, 亡灵记得, 在他的内心中, 发扬炼魂宗, 始终铭记。 司徒之恩, 亡灵记得, 珍贵如射神车, 他都可以毫不犹豫地送出, 若是司徒有难, 亡灵自知即便是粉身碎骨, 但凡有救下司徒的可能, 他都会选择去救, 而不是退缩, 因为司徒对他有恩。 周易之恩, 亡灵没有忘记, 他为了报答此恩, 做出了太多太多。 化神之石的天韵子, 同样对他有恩, 正是这恩, 使得亡灵在察觉出了种种蛛丝马迹后, 仍然没有果断的确定, 一直到了最后, 一切都摆在了面前, 才使得他不得不真正地走出反抗天韵子的道路, 只是, 在他的内心深处, 却有一丝悲, 无法化解。 眼下, 清水站在了他的面前, 为他阻拦下了血神子以及天结, 这一切, 这一切只是因为一个法术呼风, 因为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师门传承。 血神子面色极为阴沉, 此刻方圆千里内弥漫的雨滴, 给了他一种心神震动之感。 他并非表面上言辞那般不畏清水, 实际上, 数月前望月体内, 古神柚子碎星的一击, 给他造成了极为严重的伤势, 只不过是被他强行的压制住, 且以传承秘术疗伤, 这才恢复了一些。 但若是面对清水, 他的伤势将会成为最大的隐患。 这还是其一, 他身为传承至仙界的修真家族老祖, 对于仙人心中极为复杂, 尤其是这清水, 他清晰的记得, 家族的典籍内有此人的描述, 那是即便当年的先祖, 也要恭敬对待之人。 清水的威名太大, 血神子即便是没有受伤, 也无十足把握可以占过对方。 况且, 修为到了他们这个程度, 要么不占, 一占定然是惊天动地。 此刻方圆千里的雨滴漠然一动, 带着尖锐的呼啸之声, 蕴含着一股浓郁之无法想象的天地之力, 甚至其内还隐藏着一丝至精至纯的仙界之力。 这无数的雨滴, 就仿若无数的利剑, 疯狂地向着血神子冲击而来, 每一滴雨水内都拥有极为可怕的气息, 只需要一滴, 便可让一个问鼎圆满的修士肉身崩溃。 十滴, 阴虚网, 百滴, 阳石灭, 千滴以上, 溃孽不得不退。 尤其是这无数的雨滴在冲来至极, 更是仿若可以穿透一切的规则, 即便是血神子此刻面对这无数的雨滴, 也是心神俱阵。 他目光一闪, 抬起双手, 一挥之下, 立刻便有轰隆隆的雷声回荡, 这雷声刚一出现, 便如滚滚之音仿若可以开天辟地。 轰隆之声惊人, 在血神子身体中不断地传出, 随着传出, 更是有一股狂风, 凭空而起, 环绕在了血神子的四周, 刹那间便化成了一股雷风。 以雷传音, 以音动空, 凭空起风, 此乃雷之仙界内, 大鸣鼎鼎的雷风, 仙树风声。 在亡灵藏品阁的第八层, 便有此处的详细口诀。 血神子面色阴沉, 优手一指天际, 立刻他身边的雷风, 带着轰隆隆的雷鸣, 立刻向着四周疯狂地横扫, 那些穿透而来的雨滴, 立刻与这些雷风碰撞, 发出剧烈的声响, 一时之间, 方圆千里内, 近视雷鸣。 一波波冲击死散, 搅动了四周的天地之力, 形成了大片的崩溃, 无数的雨滴倒卷, 在这雷风之下, 极其凝聚在外, 融合之后, 仿若形成了大片的水墓, 把血神子弥漫着。 风声中, 蕴含的雷, 更是在那雨水间交错出现了大片的雷光, 不断地散开, 几乎瞬间, 千里之内, 几乎成为了雷光地狱。 仙树风声, 清水神色冷漠, 平静地开口, 雨风。 在这二字出口的刹那, 千里内迅速穿透而去的无数雨水, 立刻散发出一股浓郁至极的寒气, 几乎刹那便一一化作冰晶, 蔓延之下, 但听咔咔之声回荡, 立刻就形成了冰风。 那雷风呼啸中, 居然也在雨水碰触的刹那立刻寸寸冰风, 片刻间, 那风仿若实质被冰层凝固, 如同一条漩涡冰龙。 在这一刹那, 血神子不假思索, 立刻双手掐绝, 一捏之下, 顿时便有天地之力从四面八方穿透冰层凝聚而来, 在其身前迅速地化成了一个拳头大小的球体。 在这小球出现的瞬息, 血神子右手掐绝之际, 立刻按在了这小球上。 顿时, 一股迅猛的波纹散开, 那小球如洞间居然化作了一只仙鹤, 红顶鹤冠, 赤金之足, 如雪之雨。 这仙鹤立刻飞起, 环绕血神子身边。 血神子没有半点停顿, 随着那无穷的天地之力凝聚, 几乎转眼间在血神子神通之下, 一只只仙鹤幻化而出, 却是形成了九只。 九只仙鹤飞舞, 旋转之际, 血神子大喝倒。 青水, 我姚家仙祖神通属雷锋, 不如你呼风之说, 但这无数万年, 我姚家仙祖世世代代, 闯出了一世神通。 九只仙鹤双目瞬间变红, 更是有一股浓郁的妖气从他们身上散出, 直接如同风暴一般的冲去, 四周的冰层在这妖气下居然有了崩溃的迹象。 这妖气太浓, 处于中心位置的血神子, 这一刻更是头发飘起, 眉心出现了一个红色的漩涡, 迅速旋转之下, 从她的身体内透出更为浓郁的妖气。 此刻的血神子, 已然不似修饰, 而是一个被占据了肉身的骨腰。 先受贺力! 血神子眼中妖光在这一刹那, 仿若明灯散出了幽芒, 随着其口中两字的贺出, 立即九只仙鹤起舞不断, 盘旋血神子身边, 一声声贺名, 急急而出。 这利明之声太过刺耳, 且极为尖锐, 九只仙鹤同时利明, 立刻便形成了一场阴之风暴, 化作了一股难以想象的力量, 疯狂地回荡起来。 砰砰砰砰, 四周的冰层, 在这一刹那立刻崩溃, 成为了无数碎片向后卷起。 不但如此, 这冰层的坍塌更是迅速地蔓延, 几乎转眼间, 方圆千里内所有的冰晶, 一一崩溃。 一时之间, 仿若这整个天地星空, 全部笼罩在了那极端的利明之下, 这声音太强, 仿若一根根细针迅猛地射出, 使得四周的一切在旗下纷纷瓦解。 就在这时, 其中一只仙鹤随着利明身子砰的一下爆开, 化作无数白色的羽毛, 带着更为浓郁的鹤粒, 蕴含着强大的力量, 冲击而出。 紧接着, 又有一只仙鹤爆开, 几乎刹那, 九只仙鹤全部自爆, 无数的羽毛四射, 形成一股弥漫了方圆千里的大神通之术。 此数不错, 清水目光依旧冷漠, 缓缓说道, 仅仅是不错嘛, 老夫姚家这一世神通并未结束。 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 雀神子眼中露出妖光, 低吼中, 他整个人身体外的红袍掀起, 双手掐着印记向着两旁一挥, 顿时, 整个天地仿若为之一暗。 草木皆兵, 四周飞射而出的无数羽毛, 在这一瞬间, 却是立刻散发着妖气, 刹那间便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法宝。 草木皆兵, 这神通中, 兵便是兵器的意思。 此刻, 这神通展开, 立刻天地色变, 风起云涌, 整个星空仿若起了坍塌, 不断地蔓延千里万里十万里。 这种蔓延极为疯狂, 以血神子为中心, 迅速地波及, 若是任由他如此下去, 怕是这罗天南狱将会掀起一场浩劫。 他的神通之术达到巅峰, 直逼清水的刹那, 星空上方凝聚而来的劫云, 却是完成了最终的收索。 此刻, 大范围的消散, 全部向着中心凝聚, 却是化作了七彩天雷。 此雷尚未出现, 便有一股让人心颤之力透出, 几乎瞬间, 这七彩之雷便轰然落下, 它并非一道, 而是七道。 赤城黄绿青蓝子, 七道天雷在结云凝聚消散的刹那, 一一落下, 这雷结上蕴含的力量, 却是带有浓郁的毁灭。 那么我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